大家好 我是王永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今天呢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要问一个 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您觉得可能会觉得非常严肃 但不是 关系你我总统大选 还有这个司法的一些问题 不会难 你我们请到是苏教授 我们的苏永新 是我们前大法官 现在司法院的副院长 您好 您好 谢谢你 韦中兄 很荣幸到这儿来 您真客气 为什么您 真是你们一家人苏起 苏起是你的这个 他哥哥看起来永远 大家都说 对对对 弟弟 不会您的笑容看起来是弟弟 苏起比较严肃 是的 你们家一家都会读书 他也是博士 你也是博士 为什么这样 家里怎么这么会读书 还好了 就是普通 怎么会普通 好可怕 没有没有没有 不不不 这个今年请您来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看到您的文章 尤其这几年 您非常强调 总统选举 希望能够修宪 变成绝对多数 是的 因为这个相对多数的 就像您讲的 如果相对多数 以现在这种 萨卡都 特别多的情况之下 你看台北市场也好 中大选也好 台湾真的会 非常不开 可能会有两大党派 因为很奇怪 也不是很奇怪 就是慢慢就形成这样子了 中间选民 自己会有主张了 他会开始觉得选票 是很重要的了 等等的 这时候呢 总统若用一次相对多数 就选出来 可能选出来 总统是大部分人 真的不信任的 这个所谓的总统 有句话 你讲的很好 就是说 相对多数的支持者 会变成绝对多数的反对者 这个概念很重要 但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 还听不懂 绝多数跟相对多数 是的 所以要请您解释一下 为什么您有这样想法 虽然很简单 但对听众朋友来讲 我觉得很重要 这个当然对我们研究法律政治的人 这是一个老生常态 那在民国80年 我们民主化最关键的时刻 修整个宪法重新修 到后来连续七次 那这个制度问题 也是重心 那时候总统选举的制度 是讨论过的 那后来就碰到了 就是第一次李登辉总统当选 他也超过半数 那个时候也没有明显的第三势力 对就超过 李登辉总统当选率是多少 百分之多少 很高 对超过半数 超过五十几 对对对 没什么道理 说什么 没什么学者度数 相对多数的意思 没有争论 对 那个到 所以大家就觉得 前面可能是多虑了 就总统直选 因为在选举的时候 是讨论过 比方那个时间 我就一再提 我们宪法不会经常修 我长远看 对 可能要用绝对多数 但是大部分的 那时候我还年轻 大部分的做决策的这些 都觉得不需要这么 我们没有这个传统 对对 不需要那么麻烦 一翻两更严 每次翻社会都不稳定 对 你都已经选选选出来 然后因为 直选了 对 然后又要隔两个例外 再来一次 他这个社会动荡没有必要 对 也到也有道理 然后第一次选举也都过 没想到第二次2000年的时候 也就民国89年 对啊 那个年底就 陈水扁也先当选总统 那时候就三十九 对 那个时候就是 我觉得就连战嘛 对 然后宋楚瑜 宋楚瑜 然后还有 清明党出来了 对 国民党清明党 对对 还有李敖嘛 对 还有这个陈水扁嘛 就大家一起选嘛 还有一个那个许新良嘛 是的 哇 你这个弄得很熟 我现在时候 不真正的势力就是三角度 对对对 那但是接着两次 四次的选举 就是两次 这个马英九 2008年 对 到那个 蔡英文 2016蔡英文总统 这样子都是连任 而且都是这个绝对多数 所以他是全面 我们叫完全 完全执政 所以大家就把这个问题 真的就 就不太注意了 觉得好像不会 那讲地方政府是有 在台北市一直都会出现三角度 很多地方也有 但是大家 这个研究这问题的人都知道 在中央跟地方 这问题是不能相比的 地方 这就算沙卡多 因为他决定是地方事务 对对对 他就算 他主要还是靠中央的法律 来运作 在地方 我就不细讲 最近的三位候选人 看起来已经拉到 侯友仪 很接近的程度 对 这个危机就有点浮现 接着再往下看的话 就真的不免 担心出现刚刚您提到的 在他们有时候用一个比较夸张的英文表达 说 most hated president 你如果选出一个 他是多数 但是是相对多数 对 那可是他的用现在的人表达仇恨值最高的 对对对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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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那意识形态 有两边阵营是比较接近的 可是他把票数分掉了 那另外一边是 他就是 有那个中心牌 对 如果最近也有人做这个民调 你最不希望看到谁当选 这种民调 其实就可以让你会开始担心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不过你讲明了 就是最近的这个联合报民调 就是最不希望的就是民党当选 可是其他两个党的那个仇恨值比较低 低一点 对 可是最不希望当选 如果在所谓的这个相对多数里面 对 他可能会选招 对 因为两边会分掉 对 跟第一次的那个情况是有点像 因为那个时候 跟2000年的时候 对对对 因为那个时候是国民党分裂 对 所以他人的问题大一点 政策问题不大 不大 所以就变成他在这个 陈总统执政就变成困难 他要怎么去面对支持他的人 跟反对他的人 我不能说我当选了 可是我都去执行 反对我的政策 反对人比较多 那支持的人 对 这是不符合民主政治的原理 反对 他要反应民意 他要负起责任 他要表现多数 可是这个制度呢 就让你没办法 依照正常的民主的方式去执政 所以陈水扁总统那一次 非常辛苦 第一次碰到这个状况 对对对 法律通不过 只要走开片门 走小门 预算难过 就处处都很难 对对对对 好 您说的这个 您说的希望变成所谓绝对多数 绝对的方式就是说 我们就讲简单一点 就是希望以后这种撒卡都状况 尤其在这种大选中之后 希望绝对多数就是二次选举 对对不对 第一次比如我们三个人投完之后 那剩下这一二名再选一次 这在欧洲进行很多 很多 对 这个是适合在台湾这种族群 比较说是意志形态各方面 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之下 比较是绝对多数是好的 对对 因为其实政治都是走向多元化 我们这还不是最复杂的这种国情 所以现在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的政府体制是以国会为中心 我们叫内阁制 或者议会制 那这问题不大 因为他本来行政首长 就是从国会多数出来的 但是早期不多 就是美国已经有些国家有总统制 可是到了二战以后 特别到了上世纪后半月 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所谓半总统制 也就是说他有总统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行政首长 两个在行政权分权 双首长制或半总统制 这个总统跟内阁制的 那个所谓的项象征意义的总统 是不一样的 那个总统你就怎么选都可以 他没有实权 可是不论是总统制 或者半总统制 因为他有实权 他就会面对刚刚我们讲的 他很难执政 OK好 我们说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今天我们要请苏教授 苏永新教授 跟我们谈一下总统大学 他最近在报道杂志上一直写 希望总统大学以后能够修宪 变成绝对多数 而不是现在所谓的相对多数 简单来讲 台湾的现在已经这种 所谓的sacadua状况很多 那地方选择其实是一回事情 可是总统大选这么重要的事情 怕选出来一个相对多数 总统之后 可是他在整个这个 所谓选民结果里面 他是弱势的 就这推动起来就很 就很麻烦 推动行政制度就很麻烦 更可怕的一点 就是他为护住自己 这个相对多数的 其实是少数 他会越来越民粹 保护他的铁盘 会越来越民粹 现在民党就几乎会有这个状态 所以你所谓决斗 就是希望二轮选举 就第一次 不是就三边都很强的sacadua的话 一二名再选一次 这样子不要符合线台湾的 这样状态 不过这个是要修宪的 对不对 目前我们的宪法 写的没有那么清楚 但是通常假如将来 大家都有这个意愿的话 如果有这个政治上的共识 不修宪 只修总统副总统选举发明法 修法 也不难 因为我们宪法写的是说 这个以最多的一组当选 就是总统副总统 他们写在一张选票上 他们是以一组来竞选 然后他说以这个得票最多的一组当选 那这里头讲的最多 是不是可以解释成是这个过半数的 对对对 最多 不是没有解释空间 但是可能会有争议 不过欧洲好像有一些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绝对多数出来的话 有个条件就说 如果选票 这个人制度超过50% 就不要在第二轮选 对 有的甚至为了避免太那个 就是把那个困难降低就好 到40% 45%都有 都有 就不一定要50 您的理想中 假设您的理想中 认为台湾的这种绝对多数 不要经过二轮选举的比例 应该是多少 这个 很难 对很难讲 我觉得 我也很难判断 毕竟我也没有做过太多的调查 说未来我们这个三党鼎立 会维持多久的状态 像现在 隐隐然是成型了 对 大家未来怎么走 谁都不会超过50 还不知道 那所以 什么样的这个百分比 是比较好的 我不 没有研究 不敢乱讲 不以现在来看 是真的很少人能够超过50% 对 但是刚刚您的问题 大概是说 45 还是40 这个比例 是比较好的 不过也不一定一直修宪 修宪国家国之大法 所以修法比较容易 很少国家把这么 细的东西写在宪法里 对 那我还问您 这个就说 当然所谓的绝对多数 二次选举 这种大选举 第二轮的选举 还是有优缺点 优点我们刚才讲了 优点刚才讲 如果绝对选举的话 有个好处就是说 他是绝对多数 所以他这个里面 有很多不见得支持他 但支持你现在的政策 会这样子 这样的话也不太容金民粹 那一个总统要下决定 也会思考的比较多 因为支持你当选里面 可能有些人不太赞成 不是你的党 可是会有他自己的一些意见 但坏处说 二次选举是大家还有这个热情 过两个礼拜之后 又要选总统了 等等 还有一个政治分章 就是说我可以跟你先谈好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把这个一二名选到 然后你支持我 后来呢 第二 我是如果是第二名 你要分给我很多政治分章 做题分章 也有这样的缺点 对 所以在三十多年前 讨论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做 第一第二届的这个国大代表 不分区的 之前也参与这些讨论 对 那我就这样讲 但是我是明显少数 那这个国民党那时候 是这个最大多数 他就可以决定了 那他们里头的想法也不一定 最后出来 多数是认为说不需要 那这个他们的理由 大概就刚刚讲 第一个这个 在我们这里 大概不会政治发展会那么多元 可能两党智慧是一个比较常态 那一般人在多少年的这种地方选举 选惯了 就是一次选举就决定 相对多数 如果弄了还要再动员再什么 大家会觉得社会不安 对 主要是考虑这个 那另外从政治学 选民的心理 政治人物的这种弹性来讲 制度是这样 他也会随着他去做调整 比方就已经这次选举好了 就会有人说 谁跟谁合 意思就是说 你也上不了 我也上不了 他也上不了 好 那我们就 于是后面这样子 再选不如 前面先协调 就谈好 生命自己会找到出路 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都有 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我就说 我们那时候三十郎当地 真的不敢讲 说我们看法是对的 也只是因为外国 比方法国 几个国家 他们做的很习惯了 很成功了 未必我们这里就是这样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 也很虚心接受 我这个少数说 可是我就听到谁支持 那大牢里头 跟哪个派哪个派没有关系 他说国民党有 叫做主流非主流 什么这些派 不管谁支持 他们都不支持 就并不是哪个谁支持 为了什么样的好处 都不支持 有一位 你大家还记得 那时候后来做立法院长 刘松帆 刘松帆 对 刘松帆 老先生 对 但他又一般认为很本土的 他也不是那么 这个 学院派的 对 怎么会想 他反而觉得有必要 他觉得以后去读 但是我听了 我印象很深刻 政治实务 他很接地气 他想一想 他反而可以接受 所以这叫 我们不懂 中国话叫德不孤必有灵 不过您这个政策出来之后 还是不管怎么样 刘松帆还是邻居 还是不确定 但是我心里 特别就有这个印象 说有时候我们看报纸 这样看 也不太知道 他们的智慧什么 我至少有一点受辜物的感觉 而且他们讲的很对 第一次选举就没有问题 李总统另外几位 但是到第二次就出现问题 而且确实造成很大的问题 整整四年 后来又一任 第二次任 当然中间稍微调整一下 立法院的歧视什么 情况稍微好一点 可是陈总统很辛苦 大家都很辛苦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记得陈总统好几次就 我都选上了吗 那你要我怎么办 我都宣调啊 我也不能说 我的政策 大家支持的 我不理他了 那我不能说 你们的政策人多 我怎么样 民主 当然有很多种方式 可是困难就是 就是结构性的困难 对 所以这个 我们可能还是要回到这个制度的问题 那坦白讲客观的说 回到我们刚刚讲 如果我们今天选的是一个有实权 而且国家在权力链里头最顶端的总统或者双手掌制的总统 这种选举的时候 绝大多数现在都是采两轮的选举 来确保这个不会变成非常的分裂 这个对立 总统跟国会之间 几乎都是 我印象里 当然在欧洲比较多 欧洲这个 这个 这个法国是最有代表性的 很多都学他 法国人是不只是总统 是两轮制 因为他们通常第一轮就有很多人投入 通常都会进入第二轮 你票都分掉了 到第二轮的时候 就这种左派的右派就会了 票就这样转移然后出来 然后那他的治理就方便的多 不只是总统 连议员 国会议员 他每一个选区都要确保他是绝对多数 以在代表上 所以他们是做的很彻底 那多数国家未必是行政立法都用 两轮投票 可是大概都有像最近的土耳其 那在这个土耳其算是中东了 在欧洲的话 东欧就是比较90年代的新兴民主国家 从俄罗斯 捷克 斯洛伐克 都是 都是 对 那亚洲比较少一点 因为亚洲才这个中文字 但比较多的是中亚国家 像还有叫蒙古 那南美洲几个大国 巴西 阿根廷 智利 都是在这个 不大概我们就跟着美国走了 美国两党政治比较成熟 对 不过两党政治现在他也出现很多问题 也有 对 那是另外一个异秀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前大法官 司法院副院长 苏永新 我们谈一下就是总统大选快到了 您最近在邦上杂志上都在讲 希望总统大选有基本上 这么重要选举 在台湾 已经变成萨卡图状况 也很清楚了 是不是可以恢复成绝对多数 就是说两轮选举 就是一二名再选一次 我们刚讨论了一下 您也最近好像都在讲这个话题 然后我想讲的时候 其实您提到很早了 但是现在特别成熟 您觉得您这样子的呼吁 跟在邦上杂志上的讲法 在会不会再被重视 也会不会把这个方局走 您的预测怎么样 我是最不擅长预测的 不过 OK 您这个问题 我最擅长预测 但是不见得准 因为我们现在政治也在动 几位人物都有他很鲜明的一些性格 现在像柯市长 他就突然说 他又要不要选也不确定什么 我就这样子 整个这样看起来 会尤其这个选民的变化 也蛮大的 年轻人想法在改变 种种迹象 在我感觉形成一个三党鼎立 或者更多的多元化的 政党政治的机会是还蛮大的 蛮大的 在未来是蛮大的 尤其现在已经几年 所以他的问题会让我们整个的 政府体制问题都变得很复杂 我们今天谈的 其实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就是总统他的多数基础 那其实国会也有多党 以至于没有一个多数党 那所以即使总统的问题解决了 通过两轮投票 没有人可以挑战 他是一个真正的多数的总统 所以他代表多数来反应民意 来负责任 可是国会可能还是没有多数 如果也变成大的三党的话 那接下来真的要产生 现在目前柯市长 现在这个候选人 他唯一提到的 他说组联合政府 对联合政府有可能吗 在台湾 他说他当选之后要组联合政府 对在我们整个的政治传统是没有的 最早在中国现代化民主的过程 提过的是毛泽东提过 他老兄当然没有真正的民主的观念 他讲的是他那一套 但他那时候意思是说分权的意思 但联合政府程序你讲 这是一个需要很 要学习 要有一个很大的政治的胸襟 去愿意做 甚至在像长期联合政府的国家 以我比较熟悉的德国来讲 他们是要签约的 就是现在 这没有一个党是过半 事实上他们 从来没有一个党是过半 因为欧洲就是一个多宗教多语言左右分裂 多元价值 多元价值 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比例代表制在国会 然后组联合政府 他只有大的联合还是小的联合的问题 他每次谈可能有时候要谈到半个月 一个月甚至更久 然后组一个红绿灯的 他们叫交通标志政府 或者是大联合或小联合 不管怎么样 他们最后要签字 写下来 包括最重要的政策差异 你这个能源政策 环保政策 国防政策 外交政策 第二个人事 谁这个总理是谁的话 多数党 那副总理 他同时兼外交部长 还是什么部长 这个都要写下来 对 不仅是德国 对 您在德国留学 您在德国人的个性 他们自律 一般一样 法学的概念 老百姓都很强烈 对 等等 我们这个民族 不容易 联合政府就政治分赃 很多问题要谈 因为不是今天主题 我就不浪费时间 但是我讲 这只是一个问题 就是总统的这个 缺乏多数基础 这个难题 可以通过选制的改变 来解决 但是他还不能解决一个 从原来的两党 慢慢走向三党 甚至更多党的情况 我们要面对的 民主政治的制度问题 对 制度和素养 否则以后 以前在立法院是两党打 后来就是以后就三党打 是的 可暴最大一个 四党打 是 那就 可是这个就是过程 对 这个过程很久 是 这个过程 好 那讲到一个就是 等一下我们现在要谈到 这个大法官的问题 好 大法官这个你也做过 前大法官 是 那现在总统提名这个大法官 然后立法院二分之一就通过了 当然现在民党是在6月21号 因为他是多数党在国会里面 就通过了这大法官 是 几乎全部线以后都是跟总统任期一起的 是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法官要负责的视线 跟或者是法院通过一些法律违线的话 他们要去做处理的 这样子大法官的基础 任期跟总统任命 跟在国会里面多数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就过了 当然您是希望能三分之二 能修法 让这种重要的任命 这不需要修宪 修法就可以 这么重要的任命 这个立法院 不管是监察院 考试院 或者是说大法官 做好立法委员三分之二 这个通过 不像三分之一 这样子是比较好的 是的 对您是希望这个样子 这个也是在未来也是个问题 对 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这样谈 先谈很多人还不知道 大法官跟普通法官是什么不同 大法官非常重要 对 除非您常看这个 我是很喜欢看法律的电影 跟各方面来讲 一个大法官 我们不要讲美国好了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了 就是为什么人数 跟任命的年限 要怎么样一个状态 而且大法官对一个国家有多重要 对宪法有多重要 我们马上回来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王冬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 今天我们上法律课 这个法律课很重要 因为第一个关系到我们总统大选 台湾真的撒卡都 这个三个权力 这样子大概已经慢慢越来越清楚了 所以的苏永鑫 我们今天起来的 我们的教授 也是前大法官 说以后基本上 如果能够变成绝对多数 就是总统大选 第二轮两次投票会比较好 我们前面谈过了 再谈到一个就是大法官问题 很多人看报纸 很多人看新闻大法官 现在都是总统提名 跟总统任期差不多 然后在立法院里面 二分之一只要通过就好了 现在都是民党 都二分之一就很快就通过了 最后就党都在一起了 那完了完了吗 那司法有什么公正呢 很多人不太懂 可是另外一个来讲 最基础的 我觉得我们老百姓的法律 法律概念像我一样 糊里糊涂的 大法官到底干嘛 就我所知 事件事件 或者一些法律通过 就违宪的时候 他要做解释 大法官非常重要 对一个国家 宪法国家来讲 民主国家来讲 您基础讲 大法官 您做大法官 您的工作任命 还有任命的 美国是终身职人 是 对台湾现在是八年 对 您稍微讲一下大法官的职责 大法官 我们叫大法官 在多数国家 他们会叫宪法法院 我们现在也叫宪法法庭 大法官 那或者像美国 他大法官 他也做一般法官事情 他法官等 大法官就是一种法官 我们不讲这个太多 讲的制度差异 回到您的问题 就说当大法官 他以审查法律 有没有抵触 比法律更高位阶的宪法 这个工作的时候 跟法官在解释 在适用宪法 在一般的民事案件 行政案件 或者刑事案件 就是刑法的案件 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在普通的法律的适用 那个他要很熟悉 法律怎么解释 是解释出来是 大家都会肯定 他是正确的 他就学的是这个 他独立的公正的去适用 认定事实 适用法律 但是大法官不重复 做这件事 我们之所以要有大法官 就是要他做 普通法院的法官 做不了的事情 普通法院的法官 他把刑法 民法用在这些案件里头 他没有去判断 这法律怎么样 是好或不好 或有没有抵触宪法 人民的基本言论自由 人民的这个隐私权 他不做这个判断 他法律就是唯一拘束他的 其他都不拘束他 就是他的拜托 可是他每天就是解释法律 你说他喜不喜欢他 他是不是怀疑他 不重要 你都不用问 所以简单来讲 我们用圣经来讲 他是守法的 信徒就是或者 这个所谓的这个牧师 他就是这个 这是我的拜托 可是大法官要去修拜托 大法官他也是法官 但是因为他宪法 特别给他一个地位 就是说法律不能抵触宪法 可是我们如果让每一个法官 都可以随时去拿宪法来 改变这个法律 说这个所得税法 打第几条 我觉得是 违宪 亲爱人民财产权 违宪到我这一庭 这个案子我不用 隔壁的庭还在用 对 那个法院还在用 那就乱了 那就乱了 所以法官他不能去挑战 法律 那个法律 无论是立法院代表民意多数通过 但是大法官可以宪法要求他 就表示他精神就是说 民主固然是非常最高的价值 可是不要忘了 我们还有一些很基本很基本的东西 写在宪法里 那个东西代表一些我们重视的一些最根本的价值 他会超越一个每四年选的多数 可能多数隐藏了一些暴力在里头 而宪法就是要保护那个少数的 比方宗教自由 像这里A宗教是最大多数人 那B宗教那很小的 他就可能被侵害 说大法官的多元价值 跟他的法律常识支持各方面要一直在精进的 要非常有一个精神对不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先讲就大法官的工作有人把它称之为 他是在抗多数决或者反多数决 为什么 因为法律无论如何代表的是多数 而我根据宪法说他违宪 其实是有点跟民主是绕不过去的 了解 就是明明多数决就是民主到底了 你不喜欢就改法律 那就是还是在玩那个多数决的游戏 但是就是在这个二十世纪后半月以后 几乎全世界慢慢走到一个方向 说如果这个任何一个多数一个族群 他就压榨另外一个族群 那他刚好是多数 那他就永世不得超胜 所以要有一些价值 公司里面有一个传统的一个公司 成立的一个法 那如果以后公司一直在改组 改的有一批人 特别人畜多的时候 那可能会欺负那个 持续下去 可是公司法说大家要公平 这个最重要 对对对 这个就是公司里面 这个我们可能就很重要大法官了 这个比喻很好 就比较容易理解 但是本质上其实公司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就是一个单纯的就是赚钱 或什么那个目标 国家生活是很复杂 太重要 对国家生活 我刚刚提宗教经济文化艺术 各方面 其实有一些永恒的价值 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一些改变 可是那价值没有改变 没有错 我们要让有一些人 他会在一定的时候说 对不起 我们想一想 这个基于艺术的自由 表现自由 隐私的保护 像最近弄的同婚 这现在我们慢慢从医学上发现了解 我们还要尊重一些 让这些躲在暗角里头 他其实是极少数 他的权利 让我们有机会去弄 所以他被叫做抗托数学 那假如我们大家现在都肯认这样价值 也有这样一个设计的时候 就很重要一个道理 这些人 他不能想法太像 对 对要多元价值 他们必须是来自不同的 那我问您问题 像我坐在同山街 那附近有很多大法官宿舍 那我小时候读书时候 我就知道说 很多大法官 要大法官 有些做法 大法官 要知道很多很多的哲学 然后法律各方面 最好是这样 而且少交朋友 因为朋友会 朋友也会交到损友 会影响你 所以法官尽好叫 给他一个大院子 在这个里面 然后因为他可能代表 某一些真正的法律价值 跟这种说 conscience或spiritual 这样东西 可是所以要多元价值 我就看一个美国一个纪录片 我就听众朋友就看 就讲金斯伯格 美国那个女的大法官 她非常fashion 她是过世了 她的每天 每次跟那个也过世 那个斯卡 斯卡利亚 两个是每天的大法官 碰到重要的这个人权 各方面都在干 可两个看歌曲 两个坐隔壁 两个互相尊重 我这种我就看的就是很精彩 很精彩 我觉得美国到现在 美国人当然有些很可恶了 就把我女儿也取走了 等等等等 但美国有些立法精神等等 在某些方面 这方面还维持非常好的 我们希望也 多元价值 提升这个境界 但是除了个人 他在观念上 理念上能够开放一点 以外 很重要是制度面 对 你的制度要能够确保 对 我们就想谈谈这个大法官 目前的制度 您认为不合理的地方 OK 大家好 我是望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前大法官 苏永新 然后呢 也是这个 司法副院长 我们今天聊的 有两个比较大的问题 上上法律课 希望听众朋友 能跟我们一起来 学习对法律 就很重要 一个是总统大选 要不要猜数 所以绝对多数 前面谈过了 现在我们谈最近大法官问题 很多人也不了解 大法官是怎么回事 您也解释了 这个大法官 跟普通法官之间的不同 大法官很重要 现在台湾大法官呢 是有15位 然后任期是8年 对 然后呢 只要总统提名 立法院1 2通过 那就是有大法官资格 对 您对这样的制度 有点 有这个 对 一些意见 对 意见一个是 这个总统提名之后 2分之1 设法变成3分之2 对 另外大法官的任期 是也 你有要考虑 还有这个 这个人数 等等 时间有限 我想 对 2分之1 3分之2 我把称之为一个魔术数字 为什么我会偏好3分之2 因为 你说这立法院在要通过 通过的那个门槛 对 3分之2的这种特别多数 是这个制度需要的 我们很快讲 美国刚刚讲 他是一个一个典范 那他9个人 但是他一个人 每个人是中生职 他大法官9个人 中生职 中生职 所以 你看 Ginsper 他就称很久 因为他要为这自由派 要称一下 对 但是再怎么样 都还是有一个尽头 然后就来谁 那总统 他一任4年 两任8年 对 运气好的话 他可以有一个两个机会 运气不好 他都没有 对 所以他不会那么快换 他是走一个补一个 走一个补一个 然后总统又换 中生职 换 总统一要从民主党一要从这 所以最终呢 他的这个 这个court 这整个法院呢 会呈现非常不一样的面貌 从自由到保守 或保守到自由 差不多要花20年 30年的时间 对 才换得过 因为我是中生职 对 然后我被选出来 你们走一个补一个 我这9个人 所以我们这个court 总统只有4年 对 我们就核心了 不会受任何党派利益的影响 对不对 总统换了 然后怎么样 就说 最终 他的大部分情况是 那个 那个多数的状态 不会很快的改变 对 所以整个来讲 价值 不会让你觉得 哎 这宪法 一下子变得很自由 一下变得很保守 他跟 无所适从 无所适从 对 那我们这个制度呢 现在就这样 隐藏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你不能怪谁 总统跟美国总统一样 他一定挑一个 他跟我的价值观是比较像 对 你不肯说我挑一个跟我不一样 美国从来没有都是挑一样的 我挑太太会挑一个跟不一样 可是整个制度的运作 他会自然走向一个那个 但我们这里呢 他不习惯终身子 觉得会这样会太那个 以前被那个百年国代的害 所以现在我们是八年 从前是九年 但其实差别不大 八年或九年 他其实都让一个总统可以有太大的决定权 对 他依次像我们现在可以决定 他八年以后 他可以把十五个人 全部换成他要的人 对 那这个影响太大 对 这是他挑的都是最好的人 可是他出来的人 同质性都太高 对 就不能满足 我们刚刚讲那个多元的需要 也不要 必定要怀疑这个 这个 不要必定要怀疑十五个人 是跟总统什么样的 问题是多元价值不够 不够 所以如果你改成三分之二的话 你就会考虑到 我在立法院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控制那个多数 机会是不大的 对 这个情况不太可能 那因此我必须 今天我要有机会 要提三个或四个 我就要看一下 我们觉得这些人 他们可能比较容易接受 实际上 你现在总统 他也他不会那么那么那么 care 阿爸独揽 还会成立一个审舰小组 你将来审舰小组 就可以找一些 可以代表不同价值观的人 否则他提名的人在立法院被打脸 在那里过不去 他们同样是找最好的 可是他会找到有比较保守的 有比较自由的 有比较偏向自由市场 有比较偏向这个国大政府的 把各方面的多元性表达出来 只有三分之二做得到 那我讲这个不是只有大法官 我们各位再想一下 现在我们有监委 考委 还有三四个独立机关 像NCC 选委会 逐转会 选委会 这些都是需要多元价值 他才能起到作用 要不然他们尽最大的良心 他们非常独立 可做出来决定怎么搞的 不太能够让我们感觉到独立性 他都一个 所以你暂成修法 就是立法院这种 说什么职权修正案 29条 那个同意权 适用于所有他的同意权 对 都用三分之二 因为他同意权都是用在 独立机关 独立机关 考试院 考试委员 检察委员 宪法未接的 大法官 大法官 或者是 这个部会未接的 这些独立机关 其实都要这个东西 我最后一句话 德国 他们宪法完全没有 到这么细节 那在第一任 就是在建国的时候 就1949年 那个艾德诺总理 就是这个 绝对多数在国会 所以他要定 这个宪法法院法 他可以很轻松的定 就是普通多数就好 普通多数 那绝对选出来 都是他们的 他们的人了 因为他都过半 过二分之就好 对 那这个宪法法院 恐怕从第一天开始 就不会赢得 那么普遍的信任 对 德国宪法法院 从开始开张到现在 历次的调查 在所有机关里头 都享有最高的信任度 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这个魔术数字 他最早还定四分之三 后来改成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后来 所以我提的数字 因为这个经验值 三分之二 就逼着你不能够独揽 OK 你去分享 对 而宪法给你的任务 就是要让 要你去努力的 去找出宪法 也价值 大家都可以尊敬他的 了解 而不是反映 现在的多数 了解 我觉得听完健康课之后 很多党派人士说 还好我们不是德国人 很多老百姓说 希望我们是德国人 我们来谈到 不管总统大选 希望能够变成 两次选举的绝对多数 或者这种 非常重要的 这个不管大法官 考试委员 监察委员 或者是独立机关的 这些人事任命 如果能够通过修法 让立法院变成三分之二 能够通过 这样不是现在二分之一 通过的话 来通过任命的话 会好很多 虽然是魔术数字 但很重要 你最后要补充一个点 我表达一个 这个小小的这个诉求 就说 德国他们这个 爱德诺总理 没有人教他 他也可以想到 他不会为了自己的方便 他宁可给自己不方便 可是为国家 创造一个可唱可求的制度 要有这样的人素养 我们能不能期待 我们已经经历过这些了 看到一个一个独立机关 变得不独立了 我是第一任的NCC主委 对对主委 那个时候我们是用 多这个这个这个 特别多数出来 您报告一个 现在NCC通过了 进电视通过 我不予置评 有时候这结果 就是说 他很努力的 要独立 对良心 可是做出来结果 大家不相信 这其实蛮可悲的 了解 那你想想看 如果有一个 比较多元的东西 多好 对这机关没有什么缺 不会反而造成问题 我们今天上了一趟法律课 不知道您这个听起来 会不会非常严肃 但是我是在我节目里面 我们越要娱乐 也越要理性 去谈一些问题 希望各位能够听 听一些我们这些的访问 谢谢我们的苏教授 谢谢 有空再跟你聊 谢谢 谢谢 谢谢